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你 你饶死我 你怎么能够饶死我 让我坚困战争 图示我去的胜利 孤独是天东风 我姐姐东风 所以千万云王 依靠的不输公 百家终是江泰宏 春秋八夜靠观众 你的阔桥梯 是否可以胜过我的张良纪 不知子房间 刘伯温流济 我荣 凤竹 得以安天下 痛苦金句变 不去千句 万马 我本是我龙江散淡的人 图示的外表下藏着一颗不安的灵魂 每个妙题牵一发动全身 并不爱战胜 我付出所有的一切 就是为了天下藏尘 吵死了 吵死了 不就是请我触摸画色吗 张飞 你怎么变瘦了 不是 我是诸葛亮啊 诸葛先生 你是我的偶像 你每一步都能影响我的走向 我真的太崇拜你了 你那种炒船界 真的太赞了 我已经把它活学活用 已经解决了我的温饱问题 你看 这个美人这叫做 刁哥借财 计谋很好 兄台厉害啊 不过这世上唯有一人 跟我的聪明才智差不多 接下来有请我们志勇双拳 全靠才华的主持人燕文 谢谢 谢谢两位啊 不错不错不错 很嗨啊 吃不都不土不当皮 不吃不都当土不当皮 这个前段时间啊 我们有一部讲述军事的电视剧很火 对不对啊 其中像什么国家呀 这个 徐玉啊 司马仪啊 杨修啊 纷纷加入到了曹操的家庭 那其中我们知道这个司马仪呢 非常的有特点 传说他具有这个英式狼固之相 意思是 此人眼光锐利 非常厉害 也不会有英式狼固之相吧 没用呢没用呢 我特别天真特别单纯 只愿为配合你的工作而献计出力 献计献策啊 别出欢子就行 那其中曹操最爱的谋士郭家 屡献其策 只不过三十六岁就病逝了 临终的时候曹操是悲伤欲绝 可见 这二人不仅是上下级的关系 而且是好朋友 曹操呢 之所以喜欢郭家呀 是因为此人兵出险招 不按常理出牌 因此被人称为鬼才 我就在想 如果郭家没死 赤壁之战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鬼才知道 这个乱世当中啊 主公们都非常的爱惜身边的谋士 那些智囊团 可谓是以心交心 比如说刘备 他手底下有一个谋士叫徐叔 徐叔的母亲被曹操军求 只要离开刘备 刘备前去送行 徐叔啊推辞 主公你不要送了 哎呀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此时我觉得应该有音乐想法 背景音乐啊 你知道我好担心 我好难过 却不肯说出口 送到了一个小树林的时候 刘备时术真的要分别 刘备时泪眼婆娑 树 你走了 我怎么办 看着对方的背影 在树林里头越来越远 他便归宾大喊 我要把这些树都砍了 树人就树人 咋还要不快生态呢 实际上不被砍树 是因为这些树 遮挡了他目送徐叔的事情 由此可见 刘备对谋事的爱惜之情 叶伟哥 要是我离开了 你会送我吗 小波你 你真的要离开的话 我还是真是舍不得 送给你什么的 然后有个垃圾 拜托你带走飞 事实上呢 智囊团啊 有很多存在的形式 战国时有一种智囊团 叫做仁客 不是开门的啊 而是权贵人士 养的一些有才之人 平时不用上班打卡的啊 只有在主人需要的时候 他们才动脑筋 出妖额的 就是先自身客了 好羡慕呀 有些仁客很有性格 你比如 有一个叫冯勋的人 投奔梦唱 然后经常会敲打着 自己的背剑音唱 第一天唱的是 好饿好饿好饿 我真的好饿 太不想了 然后孟长军听了之后 就给了他鱼肉了 后来冯勋还唱 说自己没法养家 孟长军就后代了他的母亲 种种诚意吧 终于是打动了这位门客 而他在关键之时呢 也确实 给予了孟长军很大的帮助 当然了 有的时候智囊团啊 不一定是外人 也可以是自己的家人 三国志里头 有这样一个故事 孙权让人给诸葛子鱼 就是诸葛亮的大哥 孙女一个礼物 礼物是一头礼物 与脸上贴着一张纸 上面写着诸葛子鱼 四个字 这不是赤裸裸地挑起 诸葛子鱼的脸肠吗 见状之后 这个子鱼的儿子 诸葛克 提起了笔 在父亲的名字后面 加上了几个字 我知道什么字 应该是诸葛子鱼 红鲤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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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比如我的智囊团成员当中 就有我老婆 最近天气不是越来越热吗 家里头只有点灯扇 我就问老婆了 你说怎么可以更凉快一些呢 老婆灵光一见 老婆 如果你觉得不够凉快的话 你去楼下超市买些菜去 为什么呀 因为楼下超市里头有空档 古语有云 三个臭皮酱顶一个诸葛亮 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普通人啊 也要组建自己的智囊团 咱们也需要有人帮助嘛 但是您一定要谨慎选择您的智囊团 千万别让智囊团变成了吃饭团 只知道混吃混喝 最后出的都是搜点的 比如有一个新来的实习生 曾经请教小波 他说老师啊 你觉得作为媒体工作人员 怎样做才可以大大提升工作的效率呢 小波当时一边吃着小龙虾 一边说了两个字 别吃虾头 这是一四个字啊 有一次有人问小波 波呀 早餐的时候不能吃什么 你有好的建议吗 小波的回答是 早餐不能吃什么 不能吃中餐 还有晚餐 如果说您想要生活变得轻松好玩 您就可以把小波这样的人 加入到智囊团中 玩笑归玩笑啊 其实我觉得关于智囊团呢 我认为有三类人 我们一定是要好好的结交 虚心的讨教的 一是比你聪明 还比你努力的朋友 一是比你年长 还比你谦卑的朋友 还有一个就是比你艰难 还比你乐观的朋友 在这三类人的身上 您一定可以学到自己所没有的智慧 在关键的时候 这三类人一定可以成为你的智囊团 当然还有一点 自己也要好好努力 去成为别人的这一类的朋友 吃完衣服就可以充电 好怕以后逛街都是这种场景 这部剧里的零食竟然是压博 难道道具师是个吃货 没有 眼泪就吃这个一次了 怕恐怖片啊 马云称创业以来 未参加任何应酬 酒桌上干杯的时候 得当心干杯 男子游泳上班只应路太堵过 你以为这样就不足心了吗 你还要游泳去上班呢 不行了 河里的人太多了 我都是抢过来的 哎呦 更方言谈出口部分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未未到来 有人对电视剧里头的必备道具 做过一个排名 您知道吗 排在前列的动物是什么 狗 想想啊 电视剧《古剑奇坛》里头 是不是用一只狐狸狗演了小狐狸呢 还有《唐中美人天下》当中 用大抹叶来充当白虎 到了《封中奇缘》里头 更是用一只阿拉斯加代替狼 怪不得这个 有人说狗是咱们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那么高居第一位的道具是什么 您猜一下 叫麦利素 古装剧里头 不论是解药或者是毒药 通通都用它 麦利素时乃 畅游古代居家旅行必备之良品 除了这些必备道具之外 剧组总能够想出一些奇葩道具 比如 最近在某电视剧当中 演员用的那个零食 您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压脖子 当零食出现在画面中 网友发现 这块石头看上去有点野熟啊 这不是牙脖吗 观众都被道具师的脑洞惊呆了 这到底是零食呢 还是零食啊 干演员这一行的都知道 千万不要得罪道具师 不然 当然 这个灯光师啊 摄像师啊 造型师啊 科技师各个都不能得罪啊 否则的话 每当我想你的时候 都会仰望45度天空 这样 眼泪就不会流下来 太丑了吧 那样 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 怕恐怖片啊 这样 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 哎 热尽呢 脸都太大了 那样 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 人呢 开个玩笑 这个其实我们要表达的是 这个电视呢 它是一门综合艺术 需要各个环节的人 齐心合力 彼此帮衬 共同完成一个作品的塑造 没有赎重赎清 都得尽职尽责 就像是身体的不同部位 缺一部分 为了解决现代人最苦恼的问题之一 手机充电难的问题 科研人员是想尽了办法 最近东南大学的科研人员 发现了一种新的材料 也许不久的将来 这种材料被制成衣服 通过弯折衣服 就可以给手机充电了 若干年之后 放眼望去 满大街都是这样的场景 刚二手就没电了 是啊 只有80%还在充呢 我车小火大 你这车不能停战 下次要罚款 怎么没电了 没电了 赶紧充电啊 我车也没电了 加油 摸杀摸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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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自己打到节拍 摸杀摸杀 前不久 北京的杨先生啊 早上上班的时候 他八岁的儿子乐乐 给他递上了一张纸条 要求爸爸交给他的领导 再三叮嘱 到了单位再打开啊 这个杨先生啊 跑到单位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什么 爸爸的领导 你好 暑假到了 小明跟他爸爸妈妈出去旅游了 我也想出去玩 可是爸爸老说工作忙 能给我爸爸放几天假吗 小明说了 夏天不旅行的人都是傻瓜 这封请假条 让杨先生觉得 有点内疚和无奈 他表示 以后一定多陪陪儿子 这个孩子们的想法 通常很天真 很单纯 但就是这份天真与单纯 往往又提示我们大人 有时候 是不是忽略了一些 很基本很重要的道理啊 千万别小看了孩子们 孩子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面镜子 是一位小老师 很多人都会觉得 能睡觉是好事啊 但是据生命时报报道 有一项最新的研究指数 与每晚睡7个小时左右的人相比 睡眠时间超过9个小时的参数者 患肠癌的风险 升高了1.4到2倍 在睡眠时间过长的同时 如果合并体重超标 或者您还经常打酣 那么患癌症的风险更高了 对成年人来说 每晚最佳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 睡得太多或者睡眠不足 那都不利于健康 好饿啊 算了算了懒得吃了 算了懒得吃了 我怎么掉头发了 大夫 你给我开点药我现在浑身难受 怎么了 我现在头皮发麻 让我掉头发 我看看 你上次洗头什么时候啊 上次洗头是 行了别想了 正好我懒得想了 医生医生 你快看看我男朋友怎么了 哎呀 怎么用是你呀 怎么了 这 他都不说话了 不说话 你们俩平时怎么交流的呀 比如 他要喝水的时候 比如他要拿东西的时候 那他最近一次极限运动 是什么时候啊 他没蹦过急啊 我是问他 你说 翻身 翻身又是什么时候呢 手机没电 翻身充电 这面时间 您要超过9个小时 至少会被人 误着没事 患者 生命在于运动嘛 更在于尊重规律 您看最近啊 就流传了一个公认的 健康做题时间表 我们来看看啊 一 七点起床 二 七点二十到八点 吃早餐 三 八点三十到九点 避免运动 爸爸多客玩上运动吗 别打岔 四 九点到十点半 进行最困难的工作 哎 你们说这是小博围队上的 这个点 他正挣扎着起床呢 起床了 起床了 五 十点半是眼睛休息的最佳时间 十一点 多吃水果 十二点到十二点半 午餐多吃豆泪 十三点到十四点 午睡 十四点喝杯酸奶 十九点 最佳锻炼时间 二十点 看电视 或者看书 二十二点 洗个热水 早 二十二点半 您就睡觉 很好 我非常的赞同 这个表 就想问一句 领导 正午得安排 午睡的场所 而且不能一点就上班呢 还有老婆 晚饭早点准备啊 我七点得锻炼去 开玩笑啊 其实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千差万别 不可能也不应该有所谓标准化的最佳的作息时间 关键啊 还得遵循健康的大原则 就是长期坚持 形成好的习惯就行 天热呀 要减少户外活动 这是一些基本的防暑措施 但是有些人因为职业性质 不得不在烈日当中奔波 比如最近湖南长沙 有一快递小哥呀 就因此中暑了 但是这小哥啊 故意 怕耽误送快递 居然一边打点滴 一边送快递 这个网友看了之后 都表示心疼啊 当然我在这里 我不赞同 他边打点滴 边工作的做法 这个身体没了健康 就像快递没了地址 你要送到哪里去呢 当然这个快递小哥的敬业态度 是值得我们赞 那么和吃货女朋友 吵完架 该怎么做呢 有位网友 他是这么做的 吵完架之后 他就问女朋友了 你还生气吗 如果你能给我一盒冰激凌 我可能就不生气了 那还给我分手吗 如果你不给我一个芒果布丁 可能还得分手 最后他问 下次 那不吵架了吗 那你可能还得加一包辣条 在吃后面 没有什么事 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吃两个 前段时间 吉林长春大雨 一群食客 居然在进了水的垫子里头吃火锅 悠然自得地品尝起锅中的美味来 因为刚才有夏日 在水里头 他们已经刚来 因为我家多年也不错 反正在那里 就是还有一点 是 今天有完美 就还有 有盘整的过程 哎 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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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给这个锅里加点汤 你看都会烧干了 哎 服务员 服务员 麻烦再给这个水里面加点冷水 这个温度有点高 烫脚了 哎 服务员 你看脚下这条鱼怎么回事 怎么老是挠我的脚啊 赶紧切片下锅里头 问吃货的职业素养究竟是什么 他不是为吃而吃 为喂而吃 而是在经受自然洗礼的时候 仍然依心与美食共进退 他们的人生隔眼时 不管环境如何改变 生活总要继续 缺的 天方言谈出口不凡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 上班忘了带门禁卡 怎么办呢 别着急 美国的一家企业宣布 最近将会为员工们 免费提供芯片植入 近之门禁 登录电脑 甚至购物大手一挥 您就能够完成 不过植入的过程 看着有些疼 老板 但是有一些高科技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麻烦 但是使用过程当中往往又会给人带来新的麻烦 这就不算是一个完美的创意了 我有一位做生意的朋友 他有这么一套理论 为什么应酬的时候经常都要喝酒呢 酒精在短期内能够迅速提高大脑中内非态的浓度 这个东西会使人沉浸到轻松愉悦的状态 降低人的焦虑感 所以饮酒是很快拉近彼此感情距离的好方法 这个距离拉近了 生意就容易谈成了吗 一通专业术语 好像挺吓唬人 谈生意就必须喝酒吗 一位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做了另一种解答 最近马云就说了 生意一定不是靠应酬 他就从来不参加任何的应酬 我从99年创业到今天为止 我从不参加任何应酬 我从不参加任何应酬 我只有觉得今天晚上的起司 因为还是我自己觉得有朋友的距离 烈酒坏酒伤肝 好酒伤脑 很烂的酒把你的肝给弄坏了 很好的酒把你的脑袋给搞坏了 这个脑袋不仅仅是因为这个酒把你泡 而是你真以为自己的生意是靠喝酒喝出来 脑袋能够坏吗 喝两号我三桃圆的四季才也五亏手 我六六顺的合同你我各签一份 签了字盖了张哪怕肠胃受点伤 何家一看完了 啥合同啊 都签菜单上了 谈生意就一定要喝酒吗 答案恐怕是醉翁之意和在酒 目利双赢的买卖 需要在酒水里头弄得晕头转向吗 酒桌上谈生意的时候 干的杯带来的结果不仅是干杯 还可能是事后的尴尬和狼狈 我觉得真正好的生意啊 不靠关系不靠人情不靠事故 不靠忽悠不靠冲动 靠的是尊重市场规律 相互尊重 实诚守信 大佬们明白这个道理啊 不应该这样说 是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人 才可能会成为商业大脑 音乐无国界 有一个乐团真的把这句话 落到了实处了 这支乐团啊 由一千个人组成 您看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 有意大利的加拿大的 墨西哥的澳大利亚的英国的德国的 那么这么多人呢 分工明确 有条不紊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不计这个乐团 没人能把其他乐团成员认权吧 大哲学家康德说 美呢 有两种 一种是优美 一种是崇高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美 叫壮丽 一千个人算什么 风云雷电 江河湖海 山川大地 鸟雨花香 熙熙攘攘 一切能发出声响的 聚合在一起 我们共同演奏的是 生命的赞歌 这是信仰 节奏和旋律 所能够带给人类的心灵震撼 小明带着宠物乌龟开车回家 结果在路上呢 遭遇堵车高峰了 看这汽车半天 走不动 这乌龟也耐不住性子了 坚持要先爬回去 小明只好由它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明在车里头听见有敲门声 打开门一汗 只见乌龟满头冒汗 气鼓鼓的说 你忘了给我家门钥匙了 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 早晚高峰的堵车 恐怕是最难熬的 德国慕尼黑呢 就有一男的 他嫌上班路上太堵 怎么办呢 另辟蹊径 每天游两公里去上班 你以为游泳就能顺利上班了吗 你还要游泳去上班呢 不行了 河里的人太多了 我都是潜过来的 这个场景有点夸张 但是说实话 我感觉每天上班 我都是游着去的 在茫茫车牌中 也常常恨不得飞回家去 面对高峰期堵车 这个世界性的难题 我只有一个建议 既然解决不了 不如好好利用开心面对 这个奉代的欧阳修 曾经说过吗 我读书构思文章 经常利用三余时间 什么时间 就是睡觉前 骑马的时间 还有上厕所的时候 古人骑马 是不是也会拥堵啊 有可能 所以请下载 咱们的天方宴谈的节目 堵车的时候 您听一听 增长一些知识 启发一些思维 至少咱们要保持 心里头的畅通 好的 今天的节目 就这么多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 好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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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饿 麦里虎神来 汉龙古代 居家庭 欢迎节目 上的天气更多 精彩花絮 请登陆同学视频 爱奇艺优酷榜 土豆榜 乐视之情 通信网 PPTV 距离小潮 看看云视网 点击观看 手机下载 立追FM 喜马拉雅FM 节目精彩内容 抢先听